瓷器里的中国传统色到底有多美 举几个色名就能让你沉醉 这些贴取于瓷器的人间角色 不仅名字每道新醉 还承载着国人最独一无二的审美 其中就有一个源自于瓷器的神秘青色 虽然只有文献记载 却让无数人屈之若鹜 看他一眼 连乾隆皇帝都梦寐以求 甚至每到连高绿王朝都尝试效仿复刻 这种神秘青色就来源于这件瓷器 苏州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兼职海外展览的国宝级文物 五代蜜色瓷莲花碗 蜜色瓷一种出现到消失 都充满神秘色彩的瓷器 相传它从唐代出现 是只有皇帝贵族才配使用的顶级真品 有人说它精选了一个绝密配方 用最精湛的手艺和最出色的审美 严格烧制 然而不知从何时起 秘密配方连同这些瓷器突然消失 再也没有人见过它 直到1956年 苏州虎丘的云岩寺 在一次偶然的修复加固过程中 意外发现了一件像盛开的莲花 通体是以清幼的器物 它的右面如冰如玉 明明碗里空无一物 远远望去 却像成了一汪春水 见过它的人 都被它水光盈盈的外表沉醉了 后来经过大量的考古和研究证实 原来它就是青瓷制作中 无上的绝世佳品 密色瓷 这个密色瓷莲花碗的背后 不仅是中华民族 对于手艺和审美的极致追求 还是我们对中华文化的深度认同 为了延续这种美 我们没有把它树至高阁 而是让文物走进生活 不仅是中华民族